世界上竟然真的有龙 就一些历史资料来看 专家曾在最近六千多年的古墓当中 发现了中华第一龙 要知道咱们中国才以五千年的为名 而这条龙竟然存在了六千年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条龙到底是真的假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节目《学历史》 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其实这个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当时有一支工程队正在施工 可是就在他们在施工的时候 却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古墓 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护现场 施工队的负责人便在第一时间 将这个情况上报给了相关的部门 之后相关的考古专家便驱车来到了现场 对古墓进行了保护性的挖掘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古墓打开的一瞬间 眼前看到的景象就震惊了整个世界 在这个墓葬中 专家发现了一个男性的遗孩 并且在这位男性遗孩的两侧 专家还发现了由蚌壳组成的龙和虎的图案 说到这里 大家肯定就感到疑惑了 不就是由蚌壳组成的龙虎图案吗 有什么值得震惊的 确实仅仅只是这些图案 并不值得震惊 但最震惊的是这个墓葬 距今有着六千年的历史 我们要知道 咱们中国才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 而这条龙却早在六千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 由此可见很有可能在远古时期的时候 龙这种生物就已经出现了 那么大家对此是怎么认为的呢 欢迎在深刻下方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